雨象是用到的 在高雄凤林三路 水已经淹到快车道 警察急忙来封闭路段 有车子硬闯抛锚 交流道口也是紧急封闭 而在金服路的地下道 有连截车也硬闯 驾驶受困其中 消防员游泳出动救人 车头都灭顶救出驾驶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高雄从清晨就开始降下大雨 国家警报联想好几次 许多人都是在睡梦中惊醒 大雨宣洩不急 住户紧急装上水砸门 水还是淹进家里头 在凤山的东福桥 底下的凤山溪溪水湍急 还有市区的露树也一声倒下 至于淹水的地方 还有屏东大人科大前方 水淹过轮开 民众冒险涉水 这场强降雨下半天还会持续 南台湾民众得要严防大雨 大家一起游南部综合报道